今天要分享的這家毛毛蟲的新衣裳 嘿 我是喬 感覺有沒有不同 我是不知道 那總之今天要分享的這家毛毛蟲的新衣裳 它也沒有說特定是什麼風格 但是當時我看到我身上這一件它非常亮眼 我想把它拿來當成第一件來示範的 之前這一家我都是買同裝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同裝或是一些生活小物它非常非常的多 常常都會有意外優惠 CP值很高 你會驚嚇一下想說怎麼好像有點太便宜的那種感覺 它特別獨立出來開了一個新的女裝社團 那這為什麼特別值得講呢 因為你進去的時候成為它的會員 你會看到驚嚇的價格 就是秘密社團 為什麼人家成立秘密社團 因為它的價格就是可以優惠到非常開心的地步 總之這個秘密社團呢 我要特別講一下的原因就是在 一般你看到它衣服的價格 它會標出一個衣服的價格在下面 成為它的會員之後 它的優惠價格就會在某一個編號裡面 有一種暗號的那種感覺 就是突然就覺得優惠也太多了吧 而且很多是真的是含糊 逛起來其實還蠻爽快的那種感覺 去這個迷你社團看一下好不好 這些是前一陣子 我選購跟老闆娘很推薦的東西 毛毛蟲的女裝呢 它沒有特定什麼風格 它什麼風格都有 比較實穿然後休閒 或者是別的地方你看到的女裝 然後突然發現它這邊也有 而且價格優惠很多 所以就是可以好好去逛一下 我就來分享穿看看囉 這個呢是今年我看到類似 就是字很大 然後彩度高的T-shirt 然後是長的 就是很寬鬆很舒服 但是又亮眼 好像隨性穿出去 喔很有型喔 它們社團很多T-shirt 各式各樣不同的T-shirt可以選 然後也很多大品牌的番丸 好像老闆娘很愛的關係 其實有幾件呢 不是我當初要買的 但是老闆娘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你就穿穿看 然後希望我幫她分享一下 很有個性的 男友T的感覺 材質的話 也沒有到就是一摸覺得 喔好舒服那種感覺 它就是一般T-shirt材質的感覺 就單純這樣穿 然後配一個褲鞋脫鞋都可以 最近的新包包 它綁起來就是一件洋裝感的 還不錯 而且它寬大的我覺得 非常符合我奔放的 自由需求感 高的女生或是嬌小的女生 都可以穿的長度 然後夏天就簡簡單單 還蠻不錯的 前段後長就是一個 好像還蠻基本必備的感覺 欸今天夏天 除了白T-shirt之外 我覺得黃色也很必備 然後有大字 無論是在前面 在後面 在下面 我今天就還蠻想要找這種 這件的確還不錯 然後我穿起來 它是五分袖的感覺 總之這件非常非常的寬大 它就是到XL的女生都可以穿 OK 這真的還蠻像睡衣的感覺 很大一件 第二件 又是大字 這是我選的 然後這個領口非常的大 所以我很喜歡 大領口 就是有一種可以拉斜肩的感覺 然後側邊設計的效果 OK好 這件呢 就是要搭褲子的感覺 這個也是前轉後長 開場 在這邊 比較寬鬆休閒感覺的 這件也是個好選擇 這樣拿 這樣子穿的感覺 居家的感覺 這樣穿也還不錯 舒適度比第一件更多了一點 這些每一件 我記得它都有好幾個顏色喔 然後這個藍色就是 我跟我老公拍照的時候 很多人在問的這件 大家是只有看到後面 但是這個藍色還蠻漂亮的藍 這件 今年一定要有的長度 蠻多雜肢 model都會穿 就是這樣長度的牛仔褲 這件牛仔褲的包覆性 跟彈性還有舒適性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中高腰的感覺 包覆感就還蠻不錯的啊 有一個這個設計 外面有口袋 前面也有口袋 是真口袋 理錯當然就是大家白色不寫聲很OK 想要有那個明膜感有沒有 就是可以穿個有跟的鞋子 雖然是很休閒 但是你穿個有跟的鞋子 就會有種氣勢感出來 再搭上包包 休閒感之外的時尚感 定落子中帶著潮味 也多了一點氣勢感 聞到了潮味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我衣服不好好穿 衣服好好穿 就是乖乖的感覺啊 怎樣我就要拉一邊 或是拉兩邊 當然就也可以穿那個無肩帶的啊 肩膀小的女生拉兩邊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喜歡把衣服亂拉 拉一拉去拉一拉去做變化 這一些T恤呢 是老闆娘自己很喜歡 大品牌的翻玩系列有沒有 M牌 D牌 C牌 C牌 我剛剛玩一直都是最受歡迎的 剛剛我拿出來的時候 我婆婆看到 她就說她想要 就是這系列的T恤 我婆婆還蠻吵的 這個呢 當時她寄來給我的時候 一開始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領子有很多東西 我就喜歡這種寬大的 然後我起來還不錯的感覺 然後加上這兩個運動風 就是很盛行 這樣子 然後跟這邊 她也是亮黃色的 我就想說好吧那我來穿起來看看 我還沒有試過 這邊的感覺 是我比較沒有穿過的類型 好 非常的像我要去做公益活動 我非常的開心來到今天的活動 希望大家今天能夠盡興 有就這種感覺 手牽手 有夢最美 希望像水 謝謝各位 謝謝 你不覺得她蠻像的嗎 小學生的運動會 好像還蠻適合的耶 有沒有融入小學生的感覺喔 覺得媽媽配合度很高喔 是不是 那如果說你塞一邊 塞一邊就好一點 想要清脆一點的感覺 當然就是把衣服捲起來啊 簡靈感 這樣有沒有好多了 有 有沒有不那麼配合那個 運動會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乖的感覺 但是這個手真的還蠻有愛的 OK摸起來是不錯啦 但是這邊的感覺就普普通通 看你喜不喜歡這件衣服的感覺 這件 喔有沒有 這邊顏色不同喔 冰淇淋馬卡龍的感覺 老闆娘很愛就是有一些 畫畫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是一個風格 因為畫性還蠻多的 她喜歡各種各式各樣的風格 好 今天我來去參加我兒子的運動會 下一個 Yeah 媽媽唱然後小朋友看到會很開心 因為就是這邊有亮亮的 就會想說要摸 我一下玩一下 但是這個衣服真的不是我的菜 我覺得剛剛那一件感覺好像好一點 好沒有炒感 只是多了一點年輕的感覺 哈 講錯了 有沒有很欠奏 有 就是可以參考這樣大家如果說是你的菜的話 好囉 這也是老闆娘愛的飯碗系列喔 看起來版型好像一樣耶 就我先來穿綠色好了 我來搭一個她的鐵灰感破褲 這件褲子看起來還蠻喜歡的 感覺好像還不錯 來穿看看 還不錯耶 它包覆性感覺然後 聽到聲音是不是 撕裂 但是這個撕裂沒關係 它可以大一點我可以接受 哇 我覺得它那是沒有到很好 但是它包覆感還不錯 但至少我還可以跑跳 這是還蠻實穿實用的一件 蠻喜歡它下面這個破壞的感覺 嗨我好清爽喔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來形容這個更多 它就是一件T恤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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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會出錯的T恤感覺吧 大包包 好好好這樣 這樣比較有操感 這件術我說捲起來啊 就是看起來就會比較短板的感覺 塞內衣下面就有點操在 歸你想得出來塞內衣下面咧 今年會非常多的橘色喔 有點螢光橘的那種感覺 穿上這個顏色的整體感是還不錯啦 如果真的要我穿就是這樣子的T恤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剪它 改造它 然後搭上高跟鞋 就是然後配上 今年的這種褲子 跟剛剛的整體感比起來 又有不同的感覺 有一個或者是你衣櫃有類似的鞋 然後你想要搭出今年的感覺 或許就可以參考這樣的穿搭 肩膀小的好像也可以拉 剪它的話 就可以拉得更好的感覺 這個你知道要有潮感就是要有厭世臉 小心 不要吃太多 不要喝太多飲料 好不好 我看到有網友說 他就覺得我隨便穿都好看啊 欸 你剛剛看我就是那普普通通的這樣子 乖乖的 你覺得很好看嗎 乖乖排的媽媽的感覺啊 那我就是會塞著塞哪 然後露著露那 讓那個整體感不同啊 差很多好不好 你們自己看就知道啦 是不是 有差欸 好 你如果不想塞著塞那 你當然就是要有一個潮潮的配件 這個感覺是不是稍微不太一樣 這件 它破壞在後面的口袋喔 扣密沒口袋 看到扣子的感覺 就是一個 不一樣的小設計感 他們家的女裝就是還蠻生活化的感覺 後面有個洞 長袖 現在只有天涼才比較能穿 因為就是有時候行貨會來的比較慢 這個褲子算是比較隨性 然後有型的設計 不會說讓你看起來比較胖 但是會呈現出你原本大腿的那種感覺 很有型的上半身 或者是比較清涼 短的 小可愛 褲藥比較少的 來去搭這件的話 這樣其實就會還蠻有型的 它就是會讓你非常顯得有腰秀的感覺 會讓你拉一邊 它無法拉兩邊 它沒有彈性的 氣勢一點的鞋子穿上去 那你那個整體的感覺就是會變得更有氣勢 上面好像很休閒 但是喔 你腰很漂亮喔 腰性很漂亮 布料其實是舒服的 但是它是比較挺的那種感覺 氣勢感會一直在 當時看到這衣服覺得還蠻可愛的 它有很大的臨口 很多人為什麼穿衣服 會覺得跟網拍模特兒不一樣 就是因為它沒有去調整 就是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就覺得 喔 這邊好寬大喔 然後就好像哪邊怪怪的啊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往後拉 是不是不一樣 今年就會塞一邊嘛 這種就是要這樣塞 是不是跟剛剛一開始就完全不同 剛剛乖的就是覺得版型很奇怪 往後拉往旁邊一拉 就會整體感很不一樣 穿衣服是有技巧的 就算長得再漂亮身材再好 穿衣服穿得不對 就會總覺得哪一的怪怪 這就是穿搭術啊 你覺得這件怎麼樣 比穿搭的很好 謝謝你喔 可以搭個長褲啊 那裙子的話我會建議 就是比較合身一點的 兩邊都塞進去也是可以的那種感覺 這樣穿就有一種 70還是80年代那種感覺 對不對 半皮衫有沒有 就會適合現代的穿搭 好不好 穿衣術很重要 第一不小心就會非常的復活喔 看你喜歡怎麼樣的風格喔 再來這件 嗯 現在穿有點熱 它這個不規則下白 我覺得還蠻美的 它自己的顏色搭配的很漂亮 它是有點藍紫色的 好 這件我裡面這個 現在是穿比較長的 如果說你想要就是 穿短一點在裡面也是可以 我覺得就是今年這個長度 就還不錯 台灣現在夏天要熱 所以你去比較涼的國家 這件整體感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舒適度來說還蠻不錯的 前轉後長的不規則感 挑的還蠻美的 秋天馬上就有衣服穿了 襯衫洋裝 不規則的下白 腰有這個 你可以自由調整的綁帶 那腰有綁帶的穿搭素就是 不要把這個綁到最緊 就是稍有鬆度 才會看起來腰是最修飾的感覺 那它特別就是在就是它是指紋嘛 然後袖子會有這個很紋的設計 這樣 我覺得它這個紋路好處就是 皺不會看起來太明顯的感覺 整體版型感還不錯耶 嗯 它的飄逸感還蠻美的 會讓一個女生就是 氣質感提升 有知性感 但也不會有那種死板的感覺 上半還蠻有造氣 是一個非常體面的感覺 當鞋子就是看個人啦 看你要換什麼樣的鞋子 這件也還蠻不錯 我下半就直接去約會的感覺 袖子拉起來一點 腿更有鮮長的感覺 意外比我想的 穿起來的感覺更好 有不安全感的話 你就要穿個安全度的感覺 它這個套裝 我就來穿看看囉 運動風嘛 就會有些線條 它是針織的 不是我的風格耶 跟我想的不同耶 這件 側面是有一種帥感啦 這件的設計感 我可以一頭霧水 然後它後面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後面還不錯啦 它旁邊有開叉 這套就是一個很微妙的感覺啊 我是覺得它應該要做有點短板的感覺 然後後面也要稍微比較拉高 我覺得會比較好 版型也沒有車的非常的好 可是這套真的就不推薦 有好一點嗎 我個人就覺得它臨口有點太高 後面好像好一點點 那就是我個人沒有很推薦這件 奇妙的運動風 好 灰色的蕾絲的元素在上面 有時候也是會想要穿一點像這樣子 有點浪漫設計的T恤 我選灰色就是因為比較中性的浪漫感 OK它的寬鬆度 這個S.L的女生都可以穿的感覺 它轉起來的那個飄逸感也還蠻漂亮的 是我的衣服的感覺 它的這個彈性就算是還蠻大的 拉一邊也可以 兩邊也可以耶 質感也還不錯 孕婦也能穿喔 這個是套的 這也是套的 所以就是你如果覺得怕會有點穿斑 那你就是再加一個安全褲就對了 好 拉腰包的這個感覺 有嫌棄的T恤感覺 平常會想穿出門 最後一件呢 這一件我覺得還蠻有氣質感的 這算是稍微有一點不規則 然後擺還蠻大的還不錯 這件會稍微有點透喔 米色複色之類的內褲 就會看不太出來 這件雖然就是這邊有露 但是就不用擔心 就穿一般內衣 就是你肩膀也不會露到 然後它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夏天也很適合 裙白非常的大 還有口袋 上班跟朋友聚會 約會 去婚禮 這件好像都還蠻適合的 這件的飄逸感跟穿起來的舒服感 我覺得很棒 這件就有推薦 好了 今天秘密社團特集就到這邊 你們就自己去秘密社團 因為它真的會看到 有點吉祥的價格 那就這樣囉 掰掰囉 好 謝謝 感谢观看